政治干部要拿好笔杆子 更要用好枪杆子 在前不久辽宁建开展的 政治干部岗位合格考核中 他们依据实际作战任务 设置考核内容 上到部门政委 下到中队教导员 除了要完成岗位专业考核外 还要进行包括作战要途判读 特勤处置演练等五项科目的考核 我们不但是涵盖了新的编修大纲 明确的标准和要求 同时我们也向两个方向进行延伸 第一个方向是立足岗位实战所需 第二个方向就是对标趋入舰 护卫舰舰艇舰艇政委的能力素质要求 我们在大纲要求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增加了一项方案答辩 和理论制行这个环节 主要是围绕了三个层级 整个编队层级 整个权舰层级和部门层级 谈自己对任务的理解 对政治工作的考虑 在特勤处置考核环节 编入了甲板特勤 高速航行对空防御三个典型场景 从统筹谋划到组织指挥 再到实际处置 参考的政治干部 按照临时给出的想定情节 现场自行拟制方案 比如说战争真的打响了 真的出现类似的问题 可能会比我们考核的 这个情况更复杂 现场的话可能会更让你难以把控 我在岗位相当于是一些特殊情况 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能够更从容地去应对 李嘉文所在的机电部门 负责维护操作辽宁舰的心脏地带 动力与电力系统 这里也是全舰损害管制的重点区域 相比常规舰艇 辽宁舰的损害管制工作更为复杂 为此辽宁舰结合战斗部署运行实际 把像李嘉文一样的政治干部 纳入区划损管行列中 进一步提升全舰损害管制能力 现在政治军官编入损管区划 不仅要会开展政治工作 还要懂损管会指挥 如果因为工作冲突或者其他原因 导致我们的政府区划长岗位空缺时 政治军官应及时补位 正确地领导整个区划开展损害管制 要让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仗 政治干部不仅要会开展政治工作 还要会指挥懂打仗 政治干部纳入区划损管后 在解决行动受挫 人员伤亡等棘手问题上 他们将发挥重要作用 当出现特刑后 我们要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情况 判明形势以便针对性处置 特刑处置并不一定就只是政治军官的事 要注重军政干部的联动 战位骨干的联动 部门横向的联动 辽宁舰还创新推出大政工概念 通过统筹全舰人才建设 宣传阵地建设 开展学习交流日 严战沙龙等举措 推动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同频共振 我们航母是一个比较庞大 复杂的一个体系 我们还有很多的部门 人员的基数也比较大 专业更多 就是说政治干部 在数量少的情况下 又不能单打独斗 很多工作需要互相协作 互相配合 一个难题 大家一起极致共关 这是我们大政工的主要一个理念 政治工作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要搞好政治工作离不开硝烟味 辽宁舰一向向创新举措 使得政治干部能文能武的水平不断强化 政治工作含战量进一步提升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也更加融合 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仗不是空话 要落到实实在在的成效上 我们课题研究当中好的建议 要融入到实际工作中 并在海上任务中验证指挥流程 指挥链路 扎扎实实抓好落实 让航母战区水平有更大的提升 演练一开始 运输直升机编队率先起飞 采取超低空方式掠海飞行 直奔目标空域 随后多行满载弹药的武装直升机 依次升空 担任运输直升机编队护航任务 海上飞行 由于参照物较少 对飞行速度 编队间距都容易产生误判 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集中精力 把握好操纵的提前量和准确性 从而更好地完成飞行任务 已进目标区域后 武装直升机迅速建立攻击航线 锁定攻击目标 飞行员根据目标特点 自主选择弹种展开攻击 精准命中海上打标 相较与地面目标不同 海上目标受海浪 风向等影响 起伏较大 攻击时更难锁定目标 加之海上低空飞行 增加了我们搜索和辨认目标的难度 这对我们飞行员的战场 自主决策能力 和战技术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次实弹射击 他们采取以老代新的方式 由经验丰富的飞行教员 结队帮带年轻飞行员 完成实弹射击训练 加速提升年轻飞行员的海上作战能力 通过此次的海上实弹射击 有效地检验了飞行员海上火力打击能力 为下一步随行多样化作战任务 提供了宝贵经验 考核一开始官兵立即机动至指定地域 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展开速营伪装 随着另一指令下达 官兵撤出帐篷向转移地域开进 侦搜人员采用无人机搜索和地面搜索的立体侦搜模式 对作业区域内卫报弹进行搜索标记 报队长 经我无人机侦搜 在任务区域内够发现三枚卫报航弹 作业小组认真分析卫报弹种类制定排报计划 排报人员身穿近30公斤的排报服 对其进行辨别和诱报成功排除卫报弹 陌生地域开展考核 不仅仅考验光明们的专业水平和训练成果 还考验了指挥员的宁机应变能力 确保部队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完成战斗任务 在人工布设雷厂作业中 这个团使用排报机器人取代了人工运雷的模式 随着最后一枚地雷被埋入地底 一个纵深数十米 宽度近百米的雷厂也顺利布设完成 我们家革新器材运用到实际作业中 不仅极大程度提高了我们的作业支销 还节省了官兵们的体力 为后期执行相关任务打下了监视基础 在一公里负重奔袭后 官兵要对前方铁塔 房屋 桥梁 寒洞四个目标 实施精准爆破 官兵们按照不同材质角度要量 将TNT设置在目标物上连接导线 采取电启爆的方式对装药实施爆破 作为一名刚入伍半年的新兵 能够参加此次考核 让我对战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接下来我会补给短板 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素质 争取下一次做得更好 在第78集团军谋里 一场全要素全流程战备拉动演练正在展开 官兵纹令而动 领取装备 迅速向车厂奔去 今天官兵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和警觉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练兵备战 我们必须强化使命担当 增强召唤意识 规矩意识 打仗意识 始终保持健在闲上 隐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提高打赢能力 坚决捍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 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14年艰苦抗战 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浴血奋战 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用牺牲和奉献 书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在祝训地和营区 官兵们举行缅怀纪念活动 用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 和笃刑坚定的话语 表达对革命先例的缅怀知情 和苦练杀敌本领的决心意志 作为新时代实训官兵 我们要传承好革命英烈的金城风火 把盛情思念和崇高敬意 转化为苦练打赢本领 使之借工军营的不节动力 作为一名党员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革命先辈 欲学奋战 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年代 我们一定牢记使命 刻骨训练 不断提高打赢本领 为部队健身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陆军第72集团区谋侣前身 是抗日先前第一大队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部队组织官兵走进历史长廊 一张张历史图片 一个个战斗故事 让光荣历史深入官兵心里 更增强了他们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作为一支抗日风火中走来的部队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 先内的革命精神 以指振朝夕的精神状态 投身练兵备战 以实战要求 锤炼实战能力 补齐训练短弱项 挖掘装备作用潜力 不断提升打胜战本领 抗日英雄杨静宇 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建者 陆军第81集团军谋旅官兵 来到抗日英雄杨静宇将军纪念馆参观 以英雄事迹激励圣战斗志 学习他身上对党的绝对忠诚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和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意识 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我们将汲取红色力量 践行初心使命 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在江苏南京 广东善围等地 官兵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 透过一件件历史文物 一张张史料照片 感悟先列们的奋斗历史 汲取奋进力量 看到这一幅幅画面 一座座雕塑 心里所想 唯有勿忘国耻 污被自强 作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 我们只有不断锤炼意志品质 提升能力素质 苦练杀力本领 用实际行动 捍卫着来之不易的和平 正是有着无数革命先辈 抛头颅 洒热血 才换来了今天 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们更是要继承先列一制 以师不我待的紧迫感 投身 练兵备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记 在江西新宇 山东辽城等地 军地还组织学生 走进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抗战百岁老战士家中 聆听英雄奋勇抗敌 保家卫国的故事 让学生珍惜当下和平 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今天来到这里 看到革命先辈们用过的武器和生活用品 感觉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常艰苦的 也能够直观地感受到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作为新时代青年人 我们一定要把革命先辈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我们的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后我们会持续组织这类活动 将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 全心全意服务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第22批 复离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在营区和平广场举行深国旗仪式 引导官兵铭记历史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现身使命维护和平 身处维和一线 更加体会到和平的可贵 也更加明白维和行动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将以实际行动 履行好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 演训任务开始前 陆军第83集团群某旅的官兵们 面向百战百胜战旗庄严宣示 百战百胜战旗 是革命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传家宝 始终代表着全联官兵铁心跟党 向战而行的胆气和豪气 也激励着我们在党的领导下 将强军事业进行到底 随着山地进攻演练的打响 营长刘正辉指挥突击队团结协作 展开层层突击 最终成功夺取敌防御阵地 每次组组织演练指挥战斗 营长总能敏锐地察觉到战场的态势 指挥我们直插敌人的要害 跟着这样的主观干 我们有信心更有底气 盛战的底气源自平时孜孜不倦的钻研 两年前刘正辉成为了一名何成营营长 以百战百胜精神为激励 官兵们围绕战术战法训练 群众性练兵比武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 一批优秀军士加入沿战队伍 在百战百胜英雄传人表彰大会上 成为了战友身边的榜样 榜样就是无声的力量 精神的传承 你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 做出样子不如扑下身子 不如新时代 我们更要在单位建设中 带动官兵中发扬百战百胜精神 取身先士卒 破解建设难题 前不久 一场士兵检验性演练 在高原陌生地域打响 面对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 官兵们英勇无畏 一批在高原助训中探索和总结的新战法 新打法得到实战化检验 又力提高了部队在高寒地区的作战能力 百战百胜这面战旗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换来的 现在我们接过了先辈的旗帜 在深化改革强军的征程上 我们更要保持英勇顽强百战百胜的战斗作风 用必胜的信念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战胜一个接一个的挑战 将这面胜战的旗帜插上属于我们自己的阵地 这里是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越南同胞纪念馆 也是中国第一座抗战类纪念馆 我现在就在馆内的三个必胜展厅 这里一比一复原了1945年9月9号 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会场 我们可以看到会场中央摆放了签字座椅 日本代表的桌子比较小 椅子也是织布座椅 而中方代表则是大桌子做的是皮座椅 象征着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会场上方悬挂了47个二战同盟国家的旗帜 在周围环绕的是缴获的日军头盔 各式的枪械炮弹 以及身着海陆空三军军装的日军投降官兵塑像 同时这里也复原了当年在南京举行授降仪式的地点 中央陆军总部大礼堂的外景 礼堂前的地面上立体化展示了891个字的日本投降书 全方位展现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三个必胜展厅的设计和展成以胜利为主题 展出来自中日韩美俄等七个国家和国内六十座城市 共六千多件文物 展厅分成五个部分 像是人讲述了这段让中国人民曾经遭受屈辱 但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刻 中国抗战的胜利意味着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重大胜利 作为东方主战场 中国的长期抗击牵制了日本绝大多数的军事力量 这里展成了抗战过程中世界各国支援中国抗战的照片和珍贵文物 其中有我们熟知的飞虎队 国际援华医疗队等等 在我身旁展柜中的这件文物叫做血浮 是当时缝在美军飞行员身上的一块绸布 当时中国军民看到只有这块绸布的美军飞行员会主动的实施救助 飞行员也可以凭借这块绸布换取一个人的补助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突出时空概念和国际视野 让世人铭记历史的同时 昭示出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的核心主题 展厅里 有一面硬刻着648名抗战老兵首印的墙 这里的每一枚首印背后 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 他们有的是手指不全 有的是不能抓握 所以在我们的手印墙上面看到的是一些不清楚的掌印 当时脑子里面就感觉能看到这种画面 就是老兵穿了一个很旧的军装 然后胸前挂满了他的勋章 然后颤颤巍巍地把手印印在我们的模板上面 即使他个人的一种一生荣马精神的一种体现 同时也是把他的责任交给我们后背 我们把这段历史要负责传承下去 传给我们的现在的青年人和少年 家国不保 何以家为 在那个时代 然后国家很战乱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解冻起来 现在这一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也要居然思维 然后铭进避史 在采访过程中 很多人告诉了我 他们参观这座纪念馆时的直观感受 那就是压抑 悲愤 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喘不过气 但来到纪念抗战胜利的三个必胜展厅 不禁让人有一种情绪上的释放 更让人理解胜利带来的光明与希望 我们整个展厅都是以红色为主 渲染了一种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 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 并不是说为了要记住过去的仇恨 而是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我们要明白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并不是靠仇恨来获得的 是靠着一代代的先辈们 他们兢兢业业 努力拼搏 才有了我们今天繁荣的生活 今年日子这一天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也是能更好地去记住 我们这个革命先列 在这个抗战过程中 是非常困难的 然后也能够珍惜 我们现在这个当下的 这个和平生活 因为这个 他爷爷和他爸爸嘛 然后都军人 然后我们感觉 作为我们军人后代 是应该来体验一下这个历史 看一下这个 比较有代表意义的这个纪念观 怀念一下我们先辈 然后永远记录这个时刻 在抗战胜利79年后的今天 南京 这座曾经满目疮痍的城市 现在已满是繁华 这座曾被叫做江宁的城市 也真正呈现出了 江南安宁的和平景象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 自由 解放的意志 开启了古老中国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9周年座谈会 3号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统战部部长 石泰峰出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 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 座谈会上 中央统战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 和抗战老战士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 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争容岁月 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 充分表达了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 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上午九十许 中方海上舰艇编队导弹护卫舰三亚舰 猎扫雷舰和尖舰和新方护卫舰陆续驶码头 奔赴任务海域 编队结合航渡 综合开展编队通信 通过水雷威胁区等训练课目 进一步提升中心双方海上指挥协同 和共同处置海上特勤的能力 按照演习方案 中心海上舰艇编队将举行为期三天的海上演练 演练课目包括联合对海打击 海上补给站位 联合搜救 林检拿补等 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以此增进中心海军双方的了解 巩固海上演练成果 本届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会议 包括三十余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 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河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 充分体现开放包容自信的大国担当 目前已有九十一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和专家学者 确定参会 以与往相比 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机制 本届论坛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坚持立足亚太面向全球 在继续发展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供平等对话 集体发声的平台同时 进一步加烂了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代表的邀请力度 本届论坛主题为共筑和平、共享未来 在理念指引上 深入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为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重要平台 在议题设置上 聚焦全球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 鼓励相关方深入交流、平等协商 倡导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 共赢而非联合的新型安全之路 共筑和平、共享未来 那么和平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个别国家才能够实现的 需要各个国家、国际社会共同维护 共同解决一些安全议题才能够实现 包括我觉得就像这个议题的设置是根据习主席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来的 本届论坛除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分组会议外 还将穿插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学术活动 包括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参与的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 以及中外青年军官学者对话 和首次举办的上河家青年智库专家沙龙等青年学术交流 还有专题研讨、成果展尘、参访活动等 现在国际社会这个局势是比较动荡的 地区热点也是慈禧的比伏 传统非传统安全应该是交织 再加上一些单面主义、八权主义 这些影响着国际社会的稳定 那么青年怎么看 青年怎么看这些冲突 怎么应对这些冲突 怎么从自己的角度 从未来的角度来化解这些冲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青年是未来 青年是希望 如果青年 他们从现在开始的 就对这个时代的一个主题 对这种把控风险 对国际安全局势有了一个认知 那么对这种包容互建的这种精神 对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理念 我觉得有了一个认知以后 那么我们相信我们未来的世界 未来的国际社会 我觉得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一大早 赛利琼边防连的官兵们 就开始整理装具 为今天的巡逻做准备 有几名同志 即将脱下京庄 荣归故里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边防巡逻 车辆在这即将退伍的官兵 缓缓使出营区 向着点位进发 这条巡逻路 有人已经走过上百遍了 但这一次窗外的风景显得格外不同 以前坐在车里 车辆行驶在山路上晃得比较厉害 心里总想着能不能快一点 再快一点 下了车就不晕了 现在却感觉太快了 能不能慢一点 再慢一点 车辆行驶到河谷的密林深处 官兵们下车 改为徒步巡逻 身为班长 李小勇 每年都会在新兵刚来的时候 给他们介绍这条巡逻路 讲述高原巡逻需要注意的事项 为大家做示范 这漫山遍野的洪流 见证了他对束手边防的热爱 与赤城 随着海拔不断攀升 大家的体力消耗越来越大 走到一处河谷时 巡逻队伍停下休整 上等兵陈镇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在高原坚守两年 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很荣幸自己的青春 融入了迷彩的颜色 我更自豪自己的青春 曾在高原为祖国戍边守防 有了这段从今经历 我相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巡逻队伍继续前行 随着点会越来越近 大家的心情更加激动 每次巡逻 战士肖正阳都扛着国旗走在最前面 最后一次踏上巡逻路 他的心中充满了不舍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躺着这面旗帜走在这条巡逻路上了 不久之后将会有人从我手中 接过这面旗帜 就像当初从我安装手上 接过这面旗帜的事不一样 我相信我们都有一本古堂的心 大好河山寸突不让 越河谷爬高山 经过四个小时的跋涉 巡逻队伍终于抵达点位 老兵们展开国旗 在海拔四千六百米的巡逻点位上 完成军旅生涯最后一次 向祖国和人民的告白 2024年秋季盗窃人员纪念章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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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最后一次巡逻 连队为老兵举办退役仪式 离别的时刻终将到来 再敬一个军礼 再道一声珍重 再见 战友 今天上午 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 香日德镇发生强降雨 导致部分人员被困 房屋车辆受损 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 第一时间派出200多名官兵展开救援 陆续将受灾最严重的三个小区群众 转移至安全地带 我们的任务官兵一部分在城镇街道 小区进行清淤抽积水 一部分投入搭建帐篷 安置受灾穷众的工作 还有一部分参与加固城镇外 向日德河的提拔 近日 陆军工程大学 星火理论宣讲服务政治教员群体成员 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边房旅 开展理论宣讲服务走基层活动 专家教员通过集体授课 座谈交流等形式 运用鲜活的案例 生动的语言 向基层官兵宣讲党的创新理论 为他们答疑解惑 引导官兵扎根边房一线 使致奋斗强军 黎巴嫩当地时间9月1号 应连离司令部工程处请求 中国第22批复离维和建筑工兵分队 克服安全局势严峻 高温炎热天气等因素的影响 经过10天的紧张施工 累计搭建石龙防护墙60余米 修缮防御攻势点6处 圆满完成维和友军 地下掩体防御攻势升级改造任务 近日 中国第10批 赴南苏丹珠八维和步兵营 顺利完成联合国运输控制部门 车队武装护卫任务 此次武装护卫任务 总行程270多公里 其中100多公里是微桥 坑洼等南行路段 为确保任务期间物资车队的安全 我维和官兵将护卫车辆 与联合国运输车 区分梯队穿插编组 最终圆满完成武装护卫任务 我们车队和很多出兵国的护卫分队都有过合作 尤其是与中国违和部队的合作非常愉快 他们总是非常准时 沟通协调做得也非常棒 上午11时许 运输林划出停机坪 迎来海外航展飞行首秀 在9分钟的表演时间里 运输林完成了包括起飞大仰角跃升和俯冲 大坡度转弯机动 低空小速度通常 和小航线快速着陆在内的6个飞行动作 在飞行员精准操控下 天空之上胖妞飞行灵动丝滑 充分展现自身优异机动性能 为在航展飞行表演规定的时间和空域内 提供最佳观瞻效果 我们结合阿拉曼机场飞行环境 管理台的位置和安全风险防控等情况 设计了大仰角 大坡度 小速度 小航线等飞行表演动作 力争全方位展示月二零飞机出色的机动性能 前不久 庞龙旗带领机组与八一飞行表演队 一到完成飞跃金字塔表演 留下了一组网络热传的铜矿照 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更成为中埃两国有益的美好见证 在静态展示区 八一飞行表演队尖十表演机 引来许多观众驻足观看 喷涂红蓝白三色的战鹰 在阿拉曼机场蓝天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 航展期间 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和埃及银星 沙特沙特之鹰等多国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 上演六级向下开花 五级水平开花等经典表演动作 前期我们开展了充分的针对性训练 全体队员有信心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我们将努力通过这次机会 展示中国护军日益进取 追求卓越的形象风采 传递省望和平 开放交流的美好愿望 九月一号上午 北京市爱我国防 全民国防教育宣讲团启动全市寻讲 来自不同行业的九位宣讲员 结合自身经历 分别讲述了当代军人保家卫国的精神世界 复转军人退伍不退色的家国情怀 全市大中小学师生代表共五百多人 现场聆听了报告 在今天的整场宣讲活动当中 我也是受益匪浅 学到了很多 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强大 和我们人民军队的强大 我现在是一名共和国预备警官 在校期间我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苦练专业本领 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而努力